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点名台湾要小心 一起来听 真的太恐怖了 印度神童预言在中 今年初阿南德就预言会有地震 火山爆发跟洪水 没想到台湾4月3日 发生规模7.2大地震 4月23号又发生规模6.3地震 余震持续发生已经破千次 阿南德在影片中警告 早就警告 持续会有地震 洪水火山爆发等天灾发生 还有要小心 各国各有心机 毁灭性武器测试 跟地缘政治的冲突发生 注意五月可能还有大地震发生 台湾地质专家直言 按照人类目前的科技 地震其实是没有办法预知的 我们现在科学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下一个大地震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在什么深度会突然发生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台湾面对大地震 给我们带来灾害 我们是绝对逃避不掉 我们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他还没有来之前 我们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那一般来说 像这一次花莲寿风发生的这个规模6.3 然后接着又有6.0这种地震以后 它的余震一直不断地增加 这是一个非常异常的现象 因为我们过去没有看过 所以我们还在继续地了解 但是从这个地震的风险来说 当一个地方 它一直不断用中小型的地震 释放它的能量 其实是一个良性的 因为它要发发生一个非常可怕 然后威力非常强的这种大地震 它的风险其实是已经大幅度降低了 台湾每一年板块挤压 它累积的能量其实是一个定值 虽然说 这个能量随着气候老化 它一直不断地在提升 但是我们也用很多的中小型的地震 把这个能量疏解掉 我们现在看到 东部 已经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地震的疏解 所以 未来在东部这个地方 发生这种毁灭性的强烈地震的可能 我们不能说它不会发生 但它发生的这种几率 已经大幅度降低了 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西部 因为西部从2016年2月以后 就没有发生过规模6以上的地震 对于一个板块能量的疏解 要规模6以上的地震才是比较有效的 一个规模6.2的地震 就是一个广岛型核弹的能量 那我们如果没有规模6以上的 这种能量的疏解 对于能量累积所带来的压力 其实是没有办法释放的 因此 现在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我们台湾的西部 我们台湾的北部 那大家面对这种地震的风险 我们千万一定要实施警觉 常常做好准备 如果一旦台北都会去 我们这边有个三角活断层 它如果发生了强烈地震 错动以后 它带来的冲击是非常的危险 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 台北盆地 就曾经发生一个 规模7以上的强烈地震 所幸 那个地震 它的深度 深达90公里 因此 到我们地表的时候 它的震度啊 相对减轻非常的多 不过同样的那么强烈的地震 发生在今天我们台北盆地 造成的灾害 恐怕就不是20世 既初期那么的轻微了 那台北盆地 它还有一个最重大的这个危险 就是它的房屋的结构相对来说都很老 我们都是在70年60年 50年以前所盖的房子 到现在我们还在居住 但这些房子 它的抗震能力都非常的不足 因此 将来的地震强度 如果来到了我们台北盆地的时候 我们台北盆地啊 发生这种大规模呀 房屋倒塌的情况 是非常的可怕 那这也是台北盆地目前最危险 所以中央研究院特别提醒大家说 我们政府现在应该要积极地做好 老屋不倒的这种政策的推行 所以面对了我们台湾 未来这么可怕的一个地震风险 那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 中央研究院对政府出版了 一个大地震灾害的策略建议书 在策略建议书里面 主要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就是 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屋不要倒 台湾的老屋非常的多 我们很多的房子 都经过了3040或者50年以上 在那种时期建造的房子 它的抗震能力都会比较低 但是我们希望 政府能够提升他们的结构安全 加强他们的抗震能力 让他们在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不会倒 像这次花莲地震 我们就看到很多房子应声而倒 那这都是一个可怕的危险 那第二个就是生命一定要确保 发生大地震灾害的时候 房子可能会破 也许会倒 但是我们希望说 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 所以生命一定要确保 我们要确保每一个人生命安全 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 工作政府一定要做好第一个 强震的实施系统 赶快地警告大家 第二个 一定要做好大量收容 疏散避难 以及返嫁支援的这些工作 那这些工作都需要实时不断 年年继续加强的一个重要工作 那最后我希望说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企业 我们每一个人碰到了地震灾难 我们都能够维持我们的机 能 我们要正常地生活下去 继续地让我们的国家发展下去 这就是面对我们的大地震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企业 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 都应该去检讨 然后不断地朝这个方向去思索 说我们该怎么做 会让大地震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伤害降到最低 好好面对了 这么可怕的地震灾害 我们每一个人 特别是我们教会 还有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 那我这边就有几个建议 第一个 当然就是要提升 我们在于这种气候暖化 地震防灾的这种素养 所以我们说之灾很重要 我们要不断地加强自己的基础知识 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危机意识 我们每个教会的主任 日学也应该不断地在他的课程里面 那入我们这一方面的这种教导 让弟兄姊妹有更好的装备 那第二个就是防灾啊 防灾不但是包括我们个人 也包括我们的教会 教会如果碰到在主日聚会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强烈地震 我们该怎么样的弟兄姊妹 该怎么的疏散 怎么样的维持每一个人的平安 这都是非常 重要的这个 不是地震发生来的时候就要做 而是平常就要演练 所以我会建议是说 我们这个教会 每一年都要做好避震疏散 防灾的这种演练 那第三个就是避灾方面 我们看到每一次啊 灾害发生的时候 都有很多流离失所的灾民 这一次在花莲也是一样 几百个灾民 他们没有家 这时候 如果我们的教会是安全的 然后我们有足够的空间 我们就可以变成 他们的一个避难所 就好像 我们在现实世界的一个方舟一样 他们在这一边 可以得到安全 得到安慰 他们甚至于 还对未来继续保有盼望 这是我们觉得所在避灾的时候 教会它扮演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最后就是救灾 救灾是每一次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 特别是我们的教会 都应该一直不断努力的 去发挥它的功能的 教会在救灾的这种作为上面 平常就要储备人员的信念 还有装备的这些研发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每个教会努力去做的 我们不能够说 等到地震来才做 现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要认真去做好防灾 避灾之灾 受到人类干扰大气层的影响 现在气候暖化 已经变成了一个 全球最可怕的工业 从今年一月以来 全球地表每十二个月的平均温度 已经超越了巴黎气候协定 不超过摄氏1.5度的门槛 它代表我们地表的热能 累积得非常庞大 在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之下 其实我们全球暖化带来的压力 从大气海洋 地壳一直到我们冰雪圈 都一直不断地发生 所以我们的高温热浪 雷暴天气会越来越频繁 我们的这个豪雨干旱 会不断地反复冲击我们每个国家 我们的台风将来的威力会越来越大 更可怕的是地震火山 它的规模 它的强度 它的频率都会不断地增高 将来两极冰原继续地消融 我们全球的海平面上升 还会持续好几百年 这是我们气候暖化 所带来的一个可怕后果 这个后果里面 地震 火灾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是最直接的 我们台湾会遭受到所有这个气候暖化 带来这种冲击 但是地震给我们带来的灾害 是最可怕的 从1999年到2008年 台湾每一年发生超过400次的有感地震 次数它整整提升了6至7倍以上 但是更可怕的是 2009年以后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有感地震次数已经提升到 每平均每一年超过600次 过去是不到60次 现在我们已经提升超过了600次 整整提升了10倍以上 这样子的一个快速的提升 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我们台湾发生地震的风险越来越高 不只是小地震 我们现在大地震也跟全球一样 我们发生的频率就越来越强 他提醒我们 台湾现在地震风险不但高 而且变化很大 有的时候它可能稍微低一点 但是大部分当发生强烈地震的时候 我们有感地震的次数就会格外的提升 像2018年的花莲地震 2022年观山地震 有的有感地震次数就大幅度的跃升 那今年更是 而今到了这个23号那一天 我们这个2024年的有感地震指数 已经超过了1300次 跟过去的这种基准值来比 几乎提升到了两倍以上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台湾现在地震已发生 不但给我们冲击大 它将来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还会用过去成倍的这样子增加 我们一定要做好防范 那这种地震风险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台湾在一个地震活跃带 地震是我们的宿命 我们每天都要跟它和平相处 我们不用害怕地震 但是 我们一定要做好防震的这些准备工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